字幕提供 好同學接下來是我們空間中平面與直線和第三個單元 那是點到平面的距離還有兩平行面的距離 好那首先我們先從點到平面距離來看 好那我們看得到這裡有一個P點 它到這個平面AS加BY加C等於加D等於0的距離為多少 好那我們就直接破題 這個是有一個計算的公式 那我們先把公式推給大家 好那就是跟好A平加B平加C平分支 將這個點帶到這個方程去算 好所以S0 Y0 D0帶進去之後 好那因為如果這個不在平面上的話 帶進去不會等於0 那它會出現一個數字 好那這個數字有可能證數跟負數 那因為我們講的是距離 所以我們要加上絕對值在保護 好那當然我們對於一個點到平面的距離 我們不單單只是把結果告訴大家 我們也要去思考為什麼 好那這個為什麼也不難 為什麼因為在我們前面在交向量的環節裡面 其實有很多技巧可以把這件事情處理好 所以我們先把它圖形化來看一下 那首先我們會先看到一個平面還有一個點 那我們所求的是點到直線的距離 好那我們這樣一個看得出來 在這個虛線的長度該怎麼找呢 那我們不妨去思考一下好 那這個距離也它一定會跟這個平面垂直 那我們這如果要找垂直的話 那如果我們現在在平面上先認找一個點Q點 那這個Q點呢 它是平面上認取一點的話 那我們今天就一定滿足我帶進去方針是 可以等於0嘛對不對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要找的當然是虛線的長度 那我現在如果先做出QP的向量 這當然跟我們所要的那個紫色的虛線的長度有點落差 但是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你所要的一個距離啊 其實跟我們現在目前 這個虛線的距離啊也有一點觀念性 為什麼 因為它其實就是我們橘色向量再紅色向量的正攝影廠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利用這一個方法 D就是QP在N上的正攝影 好那我們就可以開始在執行 所以正攝影公司的同學還記得嗎 就是QP.N 就絕對只除以N的長度 好那我們就給我一開始 往下繼續算 好那我們算到這邊呢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裡的算式 好那這個時候我們依據 將AS0 BY0 CZ0打開 好那就如同我們上面的方程式所寫 那接下來我們來再看 那還有這個橘色的丟進去會怎麼樣 好那丟進去的話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要減掉AS1 減掉BY1 減到CZ1嘛 那這個部分我們可以在這個 剛才說是平面上認取一點Q帶進去 其實會有這個等式 那如果你現在要的是 -AS1 -BS Y1 -CY Z1 那其實就是 有點像把它移向整理 最後就會留下什麼 加低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都把它移到等號的右邊 那就得到加低 那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的公司就完成了 所以這個就是解決掉我們現在公司的問題 好那下一個咧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性質去找到 兩平面 他們如果有交出一條線之後 他們的角評分面方程式為多少 好那我們是利用的是 果中我們在學角評分線 它線上那一點到兩邊垂直距離相等 那我們 我們角評分面的話也有這樣的一個線索 好所以我們利用的是角評分面 那它其實會有兩個 一個在這裡一個在這裡 好那我們就利用到 兩邊的垂直距離相等 就可以得到 好所以這是利用以前果中的一個想法 好那這裡我們不難看得出來 這兩平面其實會得到垂直的平面 OK 好所以這裡我們就在說 到兩面的垂直距離相等 好那這個時候我們去掉絕對值的時候 其實就是加個正負 那兩邊同時加正負 那就只要一邊加就好 好那這個就快速推給大家 好那再來我們來看空間中兩平行平面的距離 該怎麼找 好那這兩個平行面的距離 其實我們要先熟知一件事情 既然是平行面那距離 有一定要在哪個地方才能找到距離嗎 並沒有嘛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知道 平行面的距離是處處相等 所以我們只要隨便找一個距離來代替就好 好那既然是距離公司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來推導 好那這個距離公司的位置是一樣 先給同學 好跟那A平加B平加C平分支 在這兩個方式不一樣的長數項 相減取決對值即可 好那為什麼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可以在平面上 既然隨便一個地方的距離都會處處相等 那我們就在平面上認取一點 那既然它是在藍色平面上 那它一定要滿足藍色平面的方程式 擔心區會等於0 那接下來我們只要利用這個藍色的點到紅色平面的距離公司來開始帶一遍 好那我們就可以沿用上面的公司 那記住它的分子是帶到第一個紅色平面的方程式裡面去 那得到這件事情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畫線的地方其實在上面這裡的等式有看到 所以它會等於什麼 將D2移過去就會變成負D2 所以它就會變成負D2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的分子就可以寫成負D2加D1 也就是D1-D2的樣子 好那這樣我們就解決掉我們的公司的寫法 好那這部分我們就可以告一段落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範例1 那範例1它提到說 一個點到平面的投影點 它直接告訴我投影點是2110 好那這個時候它問我說 那如果在這個 另外一個點C 3.5.1的時候 它到整個平面距離應該是多少 好那 這一題它直接給的是一個點 但是它不給平面方程式 好那我們先把圖形畫出來 來幫忙思考一下 好所以點到平面的投影點是2-1-0 好那我們就先畫一個平面的示意圖一下 好那投影點呢就是這個 好那既然是投影就會垂直這個平面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會去思考說 那題目要問的問題是 AB的距離嗎 也不是它是要問什麼 11點 所以11點到平面距離 我們就不妨先把它畫出來 好那這個時候我想要找到這個藍色的D 好那這個該怎麼辦呢 我要不要先去把平面方程式找出來呢 好那如果真的要去把平面方程式找出來 也不是一件藍色為什麼 因為找平面方程式的話 需要一個點和一個法相量 而題目已經給我B點了 那法相量的話我們看得出來 A對平面的投影B 那這個時候B的相量也就是平面的法相量 所以我可以找 好但是我一定要找到平面方程式之後再帶公式嗎 或許我們可以從距離公式的推導的原因來思考一下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是不是可以去思考 其實B也是平面上的點 那我們可不可以透過BC相量呢 它再去跟平面上的法相量去思考一下 它怎麼做就會跟我藍色的D有關 好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先把法相量寫出來 好這個時候我們不難發現 其實BC相量也我們也先將它寫出來之後 我們可以發現 BC相量如果對紅色相量去做一個什麼 正攝影 那之後呢正攝影之後的長度 其實就是我們要的D嘛 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之前在證明 點到平面距離公式的一個原理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技巧 把正攝影場找出來 好那BC在N上的正攝影場 就是BC豆車法相量 取決對值再處理法相量的長度 所以接下來我們只要 開始進行我們的運算 所以將BC相量豆車法相量之後 然後取決對值再處理長度的平方 之後我們就可以算出它的檔案3 好那這一題我們就可以解決 所以有時候我們雖然知道公式 但是我們更需要的是公式推討的理由 因為它是一個蠻圖形化的一個直觀的想法 好那接下來我們再往後看 好那下一個例題呢 Fundee Up 它是直接提供我說這裡有兩個點 它在平面2X加3Y-Z等於5的同一側 也就是在同一個面上 同一個平面的方向 好那看得出來這兩個點呢 並不在平面直線 平面上面 為什麼用點帶進去都不等於 好但是他說如果將AB這兩條線延長之後 會交A這個平面於P點 好那他問我PA跟PB的比值是多少 好比是多少 那這個時候我們可以來 依照題目的敘述我們來畫一個圖 平面 因為AB在同一側 那這個時候我們來看一下 AB在同一側之後 它要的是把 AB連成一條直線 之後它會跟平面交於P點 那題目所找的是希望找 PA跟PB的長度比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開始去想 我是不是真的要把P點找出來 才能知道這個比 好那當然啦 如果是要這樣找的話 那有點花時間 所以我們不妨去從 另外一個角度來想 我們可不可以借助 這AB兩點到平面的距離來思考 好為什麼 因為他們對平面的距離是垂直 那垂直投影之後呢 其實他們的這兩個投影點 其實會跟P點連成一條直線 之後會共線 好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三角形 支架三角形 好那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發現 AAプラン跟BBプランC是平行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利用 平行線接比例線段 得到這樣一個關係是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 A1的距離 就是AAプラン 好我們將它算出來 好那算出來當然是 跟它十四分之四 那另外一個呢 B點到平面的距離 BBプラン 的長度我們也可以算出來 好那 一樣帶我們的距離公式 好那帶進去之後 他們的關係也是一個 跟它十四分之四 跟跟它十四分之四 那我們可以得到 因為 這是一個平行線 AAプラン和BBプラン的平行 所以這個時候 PA比上PBC 是會等於AAプラン比上BBプラン 這是國中所學到的 所以這個時候 把剛才找到的距離 帶進來 好那因為分母都一樣 就拿掉 所以就留下分子的4比10 也就是我們的2比5 我們就解決掉這一題 OK 所以我們有時候 解題的時候 雖然題目好像講到P點 但是我們不一定要 找到P點來找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往下看 範例3 他是希望問我們說 在空間中平面 這兩個之間的距離是多少 好那 當然我們剛才有推託公司了嘛 所以如果直接用公司的話 這沒有問題 對不對 好那 我們先檢查 這兩個法項量是不是一樣 所以這個時候 現在法項量一樣的話 那我們就 表示他們平行嘛 那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直接帶平行面的距離公式 但是我們也可以再回想 欸我們有說過平面上 E1 隨便找一個點到E2A 都會等距 所以我們也可以用一個點到平面距離 來找到它 所以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就先來試試看 E0 好就是平面上 E1上的任意點 好那到它的距離 好所以我們直接帶 OK沒問題嘛 對不對 跟它A屏加B屏加C屏好 就E屏加E屏加E屏 開根好 分支把E00帶進去E屏屏面上 就找出來 好那當然我們也可以直接帶我們的 兩屏形面的距離公式 對不對 那這個距離公式 第一 E1 E1 E2的話 其實就是更好一樣 E屏加E屏加E屏 好這個時候他們的常數項分別是-1跟1 所以我們用-1跟1相減去絕對值 那算出來答案跟樓上是一樣的 OK 所以我們就完成了這樣一個問題 好 所以我們在空間中平面 上面呢 以外一點到平面的距離 還有平面跟平面也平行的話 他們兩平行面的距離公式 我們就練習到這邊 好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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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